來關心巴拿馬被棄與中華民國的百年邦譯 與中國大陸建交 那麼多倫多臺喬社團對此感到遺憾和痛心 包括多倫多臺灣商會 多倫多臺灣人社團聯議會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器官協會 多倫多分會等各大社團 都同聲表明堅定支持自由民主臺灣 今後僑胞將更加努力 在世界各個角落進行民間外交 讓各國看見和認同臺灣 多倫多臺灣商會 在每月例行李堅市會議上發表聲明 針對巴拿馬不顧百年邦譯 背棄老朋友 感到遺憾 憤怒和失望 商會成員表示今後將會更加堅定 支持自由民主的臺灣 讓世界看到臺灣小而沒的經濟實力 臺商在海外遍布世界各地 相信所有的臺商在當地的每一個國家都有對那個經濟方面非常的有貢獻 我相信以我們實力我們是不需要害怕的 事業重心三十多年來都在中南美洲的世界台商總會 前監事長邢曾輝表示 在巴拿馬與我國斷交後 下一個可能是巴拉圭 因為中國大陸一直這麼多年以來 他們會有雙巴政策 雙巴政策就是巴拿馬跟巴拉圭 這是他們兩個最大的目標 所以現在我們一切的 我們的所有我們的力量 我們的資源 我們的精神 要集中在全面的要互盤能夠守住巴拿圭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巴拿馬和我國斷交的消息傳出時 嘉台同鄉會正在位即將於七月一日 在馬街故鄉安省牛津駿進行的合唱演出練習 他們準備了兩首台語曲目 是傳教士馬街當年為感念臺灣 而填詞的最後的住家 以及另一首眾人耳熟能詳的曲子 《台灣我們會不會》 多倫多臺灣人社團聯議會召集人 鍾雅則表示 海外臺灣人應該為臺灣建立生育 讓外國友人更願意幫助臺灣 我現在認為我們在這裡 能夠做就是我們身為加拿大 在這裡的居民公民 也是臺灣人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 一直保持我們以前 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我們在這裡加拿大 我們做好在加拿大公民的本色 然後服務這裡的社會 然後我們在這裡建立了我們的credit以後 我們要我們的加拿大友人 來幫助我們臺灣的話 我們可能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政府努力維持外交關係的同時 僑胞會繼續在世界各個角落 努力進行國民外交 讓世界看見臺灣 進一步認同臺灣 臺灣宏觀電視胡玉利 加拿大多倫多採訪報導 dol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